当饮料都大家都吃过 那么煮的 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的小伙伴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马上就来切一半手 在我们精致的刀工下 我们要切的饱食餐饮 在我的机制刀工下 我一看一下 切的这个缘分就差不多 能透过光就行 把我们前几点烧的炭 加一半手 在这一分钟 我们把它放上去 炕一半手 火硬的消停 有点烧起烧量 好处 有一小伙伴说 我个人知道善后不懂浪漫 今天还先把它点果冻了 做个蜡烛 吃个珠光晚餐 浪漫浪漫 这果冻拿的手感 跟它跪脚一样 弹得很 果冻拿的就染点点地 如果直接拿锅肉炒 它容易染起来 我们就弄点水 弄好水后 等它自己慢慢融化 已经差不多融化了 但是这颜色的蜡烛 感觉不知道好 我们把它变成红颜色的蜡烛 再加点料 没找到饮料 我们用辣椒面带起 别哄 别哄 自己做个弄拿筑的模具 完美 再把它帮一半手 辣椒鱼一做 我们把它灌入模具 牛肉烘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它砌下来 今天有个失误的地方 刚才说烧一张耍蜡油 不是真的有点难砌 这锅还好 起锅烧油 再这一分钟 我们把牛肉弄下去 炸一半手 这个一定要小火慢慢炸 炸得差不多 水分干好 马上拿起来 一只红油 来一半手 肥糖来一半手 放锅也炒一半手 看着我们的红蜡烛 做得咋样了 你没有说这个味道有点好爽 不错不错不错 是吧 很像蜡烛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火腿肠 不错哦 好小伯爷 我们的丹顶牛肉就做成功了 但是有点没种不足的 就是牛肉太少了 哎呀 吃不吃不 来天安吃一半手 可以的 关于这道菜 我做一个集中的 小伯爷们家不说弄的时候 一定要把肉弄大片点 小片到时候一油一炸 就是地点小了 我就是买下这个错误